三名男子被控在首都虎吉免登一家酒店房内枪杀一名印尼男子 今天被押往法庭面对谋杀罪名 另外光天话日下砸车窗 抢劫新闻主播案的嫌犯今天也被控上法庭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三名年龄介于48到52岁的被告 被控在这个月3号下午6点05分到6点40分之间 在五级免登一间酒店房内开枪杀死一名49岁的男子 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将被判处死刑 案件移交高庭审理并责定7月13号过堂 根据警方最终案件的死者拥有13项毒品绑架以及谋杀前科 警方相信这起枪杀案是因为毒品交易黑吃黑纠纷所引起 猖狂匪徒光天化日下砸车窗偷公事包 今天在八打零站也地停面控 但被告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被告以1万令吉保释外出 案件则定下个月20号过堂 据了解这起抢劫案发生在这个月5号下午3点40分 受害事主证实为第三电视新闻主播凯鲁 他在白沙罗伯兰岭路边取车时 撞见匪徒正在破窗抢走价值500令吉的公事包和100令吉现金 凯鲁上前制止并和对方扭打后 对方直接开走轿车逃逸 被告抵触刑事法点392抢劫条文 罪诚可被判监最高14年罚款及便吃 另外在马六甲 一名42岁女子被控在5月7号晚上10点45分 用扫把打伤一名执法警员 抵触刑事法点332 也就是智商公务员条文 被告扶手认罪 被推施判处罚款3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就必须以坐牢6个月取代 据了解这名女子在住家对哥哥发脾气 并乱扔东西 哥哥迫于无奈 只好报警求助 不料两名警员抵达现场后 女子依然没控制好情绪 用扫帚棍子打伤其中一名警员 担时полож tylko警员抵达现场提醒 救州 没有 screening 不需要 感谢观看